白酌牛肉 白酌牛肉这样做 好吃又下饭 做法简单 牛肉不柴 口感滑嫩 我们先把牛肉切成薄片 因为刚才为了不要更好切 我的牛肉已经有放在冰箱里面 冻了10分钟了 切好的牛肉 我们先给它来一个腌制一下 来一点盐 不要太多 鸡精少起的白糖 提前摘一点蚝油 少起的生抽 跟它做拌均匀 将我们调好的那个地瓜粉水 少量多次的 倒到我们这个牛肉里面 用地瓜粉腌出来的牛肉 会比较的嫩滑 你看抓到这样 往里面就没有水出来 最后我们再来一点花生油 把那个水分给锁住 这样腌出来的牛肉 吃起来才会比较嫩滑 然后我们这样子放着 给它腌制个15分钟就OK了 起锅烧水 所以这边也给它来一勺盐 少起的花生油 洗好了一个豆芽 我们这个豆芽 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 这个过程大概就六七秒就够了 我们另起锅 然后再把水烧开 下姜 葱 料酒 然后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腌制好的 牛肉给倒下来了 这个牛肉烫的时间 大概从我们下锅到出锅 大概是三十秒 把牛肉烙出来碰干水分 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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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白灼汁 那这一道白灼牛肉 我们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颜值原味 牛肉不柴 口感任何 葡萝卜 葡萝卜 葡萝卜